在太阳系中 行星都依照着自己轨道运行 只有水星是唯一 和太阳轨道共振的星体 彼此产生强大的引力 互相牵绊着 水星呢 它其实是一间多行销的公司 一年前的时候 其实一个因缘机会的关系 让我们有机会去成立 来光设立福音基金会 回馈给这个社会 帮助更多的小孩 以及偏向的孩童 做更好的发展 以及接受一样的资源 以及一样的教育 因为我们两个事业体 调性算是完全不一样 但我们又在同一个空间 一起工作 一起去执行各种方案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 就是比较冲突 比较碰撞的一个环境 这点就是一开始 我们有跟设立师沟通说 请帮我们把水星跟太阳融合在一起 符合我们平常真的在工作情况的环境 当人们进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它可以感受到圆弧的带领 所以它可以是温暖的圆润 出现在这个空间 从路口就慢慢慢慢地一直延伸进来 那经由这条路进来之后 会先遇到的是中型的会议室 里面是六到八个人使用 那再往里面走一点又会遇到 第二个中型会议室 他们在墙面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比较靠大门 那一个比较靠里面的窗户的地方 刚好这个空间是三面采光 我们就用无形的玻璃 让太阳进来的时候 或是视觉要出去的时候 不会造成在里面使用的人 它是比较局促的 我们还有两个很小的个人会议室 我们把它摆在窗户边 一方面它有采光 一方面它其实个人在跟外面议室的时候 也不会有好像被关在一个小空间的局促感 再往里面走一点会遇到大的会议室 里面容纳会可以到二十到三十个人左右 这个空间也是整个空间里头唯一有落地窗的 它的阳光可以洒得进来 人在里面的时候可能人比较多 它也可以透过这个落地窗可以看得出去 局促的感觉 拥挤的感觉 都可以被解决的 就是三间不同大小的会议室 我认为是我们这边标志性的一个招牌 其他的办公空间可能因为使用面上需求 会把会议室做得就是方方正正一间一间 这边就是很有我们自己的风格的感觉 在使用面上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这样 这个休息区呢老板非常的用心 希望形成像Google这样子 可以很放松在里面 所以里面呢颜色用的比较多 然后弧形用的也很多 那给人家就是比较放松 圆润 温暖 精彩 还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那个 吧台 希望在下班或是傍晚的时间 可以有一些类似小酒吧的一个感觉 在上班时候要讨论事情的时候也可以 那下班之后呢 我们要很舒服很放松的时候也可以 这个空间就摆在整个区域的正中央 刚好它还可以界定内跟外 这个空间呢是可以给公司邻居老板在这个地方 特地放了一幅画 里面有很多人 有几个人其实是空白的 有什么员工特别需要被纪念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那个空白的人也画上去 在我们平常工作很理性的时候 也可以有感性的一面 自己最喜欢的空间就是教育厅 从以前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喜欢那种美式风格的办公室 就是有那种开放式休息空间的 而不管是我或者是员工们在办公的时候 其实不会连续八个小时都是非常认真的办公 感谢帮我们设计一个像这样子的教育厅休息室 让我们工作自愈 其实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休息一下 甚至睡个午觉 我觉得是一个很放松的空间 在办公区呢 我们虽然要以好好工作为主 但是在角落也就是我们正西方 那个采光很好的地方 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高角的桌子 我们要站着办公的时候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只有两三个人要去好好的小会议 或是我们想要只有喝个咖啡也可以在那里 我们在走进去一点点呢 就会经过一个圆形的拱门玻璃穿透到老板的办公室里头 地板是有水星斑驳的感觉 但是墙面我们就利用像阳光般 古铜色放射金属感柜体呈现波浪型的 就有共振的感觉在里头 其实里面躲了一根柱子 柜子坐起来的时候 也刚好把那个柱子化解掉了 在天上我们就是也会有共振涟的感觉 还有天上这样子湖上去的一个元素 让集结感中心感是可以被呈现的 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这一间 就是我们两个的执行长办公室 风格很多样性 包含就是你看我们连桌子都不一样 然后颜色也都不是传统的办公室会使用的 里面其实加上很多就是我们两个个人的想法 跟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拼凑起来我认为就是很符合我们 整个企业文化的调性 就是冲突然后不适合邪感这样 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办公室要做成这样 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一定得要怎么样啊 就是会有这种不可能才可以创造不可能的可能嘛 在这样子工作环境上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奋斗 在一起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